中车司机拿消毒水沾湿抹布上车擦拭 戴口罩现身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发现水桶里的水光用眼睛看还不满足 接着 韩国瑜拉下口罩蹲着 双手快速往水桶里一捞 再凑近鼻子闻一闻 这画面好像有点熟悉 2019年7月大雨造成高市大楼地下室积水未退 韩国瑜来到受灾大楼逢水闭闻 如今视察公车防疫工作 经典画面再次重现 提醒公车司机落实消毒 下车继续把口罩戴好 相对密闭人多的公车内 拉下口罩闻水 到了户外空气流通地方 口罩反而不离声 时机怎么判断 那我又是指挥官 假设我不戴口罩的话 外面人可能会说 那你这个一级防护的指挥官 自己口罩都不戴怎么办呢 你现在都还没有到这那个热点 所以等于全国民众 我们是建议 尤其是高雄市 大家还是要多戴口罩 鼓励市民多戴口罩说完 韩国瑜听到是否与中央不同调 直接上车没回答 防疫与中央角力并非第一次 那新的著名朋友们 嫁或者娶到了高雄 还没有这个健保卡这一部分 那没有办法买口罩 我们市政府这边一定会加强 来特别照顾 韩市府六号召开防疫会议 特别点出要帮新住民买口罩 忽略中央配套措施 早在前一天就出炉 白纸黑字写清楚 外国人外籍配偶及陆生 持居留证或入出境许可证 就能够买 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他要来索取的时候 其实药局在这方面来讲 他还是会吃壁门根 高市府发言人替韩国瑜缓夹 声称替基层新住民反应现状 只是在讯息掌握的时间点上 难免又惹来质疑 慢半拍 三地球连观众 欧宇文 高尚报导 请不吝点赞 收拾期待